新名紀第三章 然后我们转向巴伤进发 巴伤和奥格和他所有的民众出来攻击我们 在握德纳与我们交战 上主对我说 你不要怕他 因为我已将他 他所有的民众和土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对待他 应如对待住在黑市坪的阿摩黎人黄色红一样 上主我们的天主也将巴伤和奥格 和他所有的民众交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击杀了他 一个也没有给他留下 同时我们占领了他所有的成一 没有一座城不为我们所占领 巴伤和奥格的国土 阿尔哥布传地区共有六十座城一 都市设具有高阔的城墙 安门至山 切房的城一 此外上有很多无遗墙的村庄 我们照毁灭律毁灭了这些成一 有如对黑市坪黄色红所造的一样 杀尽了各城中的男女和又同 只留下鸟生畜和由占领的城中 所夺的财物 作我们的战利品 这样 我们在哪时 由这两个阿摩黎人黄的手中 夺得鸟约弹河东岸的土地 自阿尔农河直到黑尔曼山 七东人称黑尔曼为色尔雍 阿摩黎人则称之为色尼尔 即夺得鸟高原上所有的成一 全基勒阿德和全巴伤 直到撒尔加和厄德勒 这都是巴伤和奥格国土内的成一 巴伤和奥格是勒法因人为族中 仅存的人物他的藏仕铁造的以人爪为道 长久爪 宽四爪 尚存在阿曼子民的立巴城里 我由我们那时所占领的土地中 将阿尔农河边的阿洛厄以以北的地方 基勒阿德山地的一半和境内的成一 吸鸟纳乌本人和加德人 基勒阿德其余的地方和全巴伤 即奥格的国土 吸鸟纳习半个支派 人称阿尔哥布传地区 即全巴伤 为勒法因人地 麦纳习的儿子阿伊尔 占领了阿尔哥布传地区 直到格宿以仁和马亚家人的边界 谁按自己的名字 称那地为哈欲特阿伊尔 直到今日 我又将基勒阿德吸鸟马基尔 由基勒阿德到阿尔农河 以河中心为边界 直到亚波克河 即阿孟人的边界 我将那一带地方吸鸟纳乌本人和加德人 还有阿拉巴方野 以若旦河为界 从基勒纳特直到阿拉巴海 即直到东面靠近 披斯加山坡的沿海一带地方 那时我吩咐你们说 上主你们的天主 将这地刺给了你们作产业 但你们所有战士 应武装起来 走在你们兄弟以色列子民前面 只有你们的苦如和生畜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生畜可留在我给你们的城内 直到上主使你们的兄弟如你们一样有鸟安身之处 等他们也占领鸟 上主你们的天主 刺给他们的若但河西的地方 那时你们各人才可回到我给你们为产业的地方 同时我也吩咐若松阿说 你亲眼看见了 上主你们的天主对这两个国王所做的一切 上主必同样对待你要过何去攻击的一切王国 不要怕他们 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要替你们作战 那时我哀求天主说 我主上主 你已开始向你的仆人显示你的伟大和你有力的手臂 天上地下有哪个神能作你所作的工作 行你所行的其事 求你让我过去 得见若但河西的肥美土地 那葬礼的山岭和泥巴嫩 但事上主为了你们的缘故对我发怒 没有苦听我 且对我说 罢了 不要对我再提这事 你上披斯加山顶去 举目向东西南北 好好观看 因为你不能过这若但河 你应分事若松阿 兼顾他 鼓励他 因为他要率领这百姓过去 给他们分配你所观看的地方 那时我们住在贝特培奥尔对面的山谷中